因為我們現在入境,因為入境就九十幾個,你散佈到醫院裡面去 你這樣多了以後遲早會破破,因為這個防腐腎亡 特別是Omicron的傳染力很明顯又比起來更強 還是把那個防疫專責旅館開放,為什麼你知道 防疫專責旅館,一個旅館就可以裝機來著,然後用特殊的環境來監控 因為對Omicron的感染者來講,重點不是治療,而是防止它再傳染給人 最近在台北市內發生了兩次的院內感染 一個是兩個護理師,一個是一個 可是奇怪,其他二、三十個護理師或醫生去做檢查,更沒有被感染 所以就是這樣,我一兩個會突穿,但是現在看起來還不至於突破 所以我現在策略是這樣,我們在這個禮拜,希望我們還蒙了很多注射能量 我還是把機場、防疫旅館跟醫院先把它打好打滿 早上這樣會即使有入境是確診者,會穿透到社區的機會比較低 近階段我是主張實聯制嚴格一點 我的相反是這樣,我一兩個突破還是會有 可是突破你不要蔓延太厲害了 所以原則上把實聯制做好,執行制做好 那一兩個突破就行,還可以忍受